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前有媒体报道,美国考虑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,对此中国官媒怒枪。 美国军舰最好还是离台海远一点,美国智库研究员则认为,台湾海峡是公海,美国有航行和飞跃的自由。 美国之音报道,对于中国枪声,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伊斯安表示,中国想要制造台湾是内海的舆论,但这是扭曲事实。 他认为美国弱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,可提醒中国和全世界,台海市国际公海。 报道指出,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赫尔曼,Arthur Herman,指出,台湾战略地位重要,是阻止中国在地区称霸的关键。 他说,所有中国战略家都知道,中国除非取得台湾,否则无法控制第一道链,中国官媒环球网日前刊出评论质疑,美国迄今没能吓唬住一个小国, 怎么可能将中国这样的力量控吓住,还说台海靠近中国,中国能调动的资源和手段也最多,要美国军事力量别离台海太近,否则双方对抗将是美方的不可承受之重。 。